宋奶大爷给小镇送了40年牛奶 勤勤恳恳 无怨无悔 大家都爱他 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 他把全镇人都堵死了 自己终于退休了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黑色荒诞电影 宋奶人 这个大爷叫做兰叔 常年是送牛奶行业的销售冠军 有趣的是他年年拿第一 可他的妻子则是万年老二 年复一年 兰叔大杀四方 妻子那是一个憋屈 第一位娱乐千丈 于是和兰叔办了离婚手续 还带走了他俩唯一的女儿 现如今 兰叔只能独守空房 他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 准时准点给小镇的居民挨家挨户送牛奶 有时甚至也会好心地给邻居家的宠物 也盗买牛奶 他小车开上 咔咔地挂挡 兰叔每天精神饱满 和镇上的居民都是好朋友 这也是他能抢占这一市场的关键秘诀 看着年轻的外卖小伙 手忙脚乱地把披萨掉得满地都是 兰叔不禁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可现如今一转眼都已经过去40年了 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野心 只期待每天来前妻家送牛奶的时候 能看看自己的女儿 但很快就连这点奢望 也被前妻粗暴地剥夺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兰叔又收到了今年的销售冠军奖账 只是这满强的荣誉 在他面前和家人一比 根本一文不值 如今兰叔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有一天 他们一家三口可以去冰川国家公园 旅行一圈 就在这时 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突发新闻 一个酷似川老师的大叔 宣称 一种还有放射性的牛奶 已经流入市场 喝下这种牛奶的人 很快就会口吐白沫 中毒而死 兰叔越看越心慌 这种牛奶 不就是我每天送的吗 说是迟那是快 导播刚还在提醒 市民们千万不要喝 下一个瞬间 就在直播间领了盒饭 兰叔赶紧跑到大街上 想要找回问题牛奶 可是刚喝下牛奶的景云 笑容还没消失 就倒在了地上 打电话找主管 后者早就凉凉了 根本接不了电话 小职上的居民们 死法也是千奇百怪 出了这么大问题 兰叔想到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藏尸体 只见他把邻居们的尸体 一个个藏在了自家的衣橱里 突然自家女儿上门来卖饼干了 这一家子可以的 都是销售小能手 还专钉自家人 兰叔看着女儿没事 高兴极了 反复叮嘱他 千万不要喝牛奶 前妻和他是死对头 当然不会让女儿 和他老爸的牛奶 兰叔看尸体快藏不住了 赶紧带着女儿 往前妻家赶 兰叔终于能和妻子 好好谈谈了 于是他先把自己的车钥匙 交给女儿 让他好好过把卡车银 然后赶紧和前妻说 街上发生了中毒事件 谁都想不到 兰叔一个不小心 竟然会堵死全阵的人 两人一转身 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 夫妻俩赶紧到街上寻找 他俩走了好一段 终于找到了 兰叔丢失的牛奶车 但是里面空无一人 难道女儿遭遇了不测 前妻又像往常一样 一个劲地指责丈夫 兰叔气得双眼 慢慢开始模糊 都是眼前的牛奶害 突然兰叔注意到 牛奶旁的一幅画 画中他们一家三口 手拉着手 在阳光下玩耍 原来女儿并没有出现意外 她只是又回屋来拿玩具了 而女儿最大的愿望 就是他们一家人 可以和睦地相处 兰叔突然间眉宇间一松 他又看到了 冰川国家公园的宣传画报 一个据说能忘掉 所有烦恼的地方 看着街上 一个个突然暴毙的邻居 兰叔突然意识到 全阵的人都死了 自己还送什么牛奶呀 直接退休了 于是兰叔开上 邻居的豪华跑车 他们一家三口 直奔国家公园去的 电影结束了 工作是很重要 但一定不要忽略 家人的感受 工作可以在场 可家人没了 就只剩下回忆了 同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忽略身边 习以为常的琐事 吃东西是多注意 保质期有没有过 他们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 也是伤害程度最大的 本期就到这里 我是斯坦 期待你的关注订阅 我们评论区见